好,接下來這個問題,他有提到說地表的溫度有逐漸上升的趨勢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全世界共同的議題 也就是所謂的溫室效應欲區嚴重 那下面他要問你說有關於地表真溫的現象,它的因果關係哪一個是正確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溫室效應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 其實呢,這個我們地球有很大一部分的能量是接收太陽給我們的能量 假設這個是地球,那我們都知道地球它的表面會有一層大氣層 這個我沒有按照比例去繪製,那大氣層絕對沒有那麼厚 那為了方便表示我們畫厚一點 那今天這個太陽把它的能量傳輸到地球的時候 好,假設這裡,太陽 它把能量傳輸到地球的時候 好,這個時候啊,這個能量 太陽光的輻射的能量就會穿透我們的大氣 照射到地球上面 好,那地球吸收了熱量之後,它的溫度會上升 但是呢,當它把太陽,就是像是這個地球轉到背面 它可能是背向陽光,就沒有直接照射到太陽的輻射的時候 它會進行散熱,就好像我們今天拿一塊石頭 我們放到大太陽底下,過了一段時間這個石頭的溫度會上升,會變得很燙的石頭 那我們把它拿到室內去放的時候,這個石頭自己會散熱 好,那其實地表啊,除了吸收太陽的能量之外 它自己也會散熱 它會把能量給液散到外太空中 那它散熱的方式呢,其實運用的就是以紅外線 或者是遠紅外線的方式,液散到空氣中 那大氣層中其實呢,一直有一些溫室氣體 其實溫室氣體不全然全部都是人類去排放出來的 大氣層中本來就有豐富的溫室氣體 這樣子的話,我們才可以去捕捉這些釋放到外太空的這些紅外線 為什麼呢,如果今天我們沒有這些溫室氣體 其實這些能量很快的液散到外太空之中 這樣子的話,我們地表冷卻的速度會非常的快 就可能會一下子上升到幾百度 一下子又冷卻到零下幾百度 就像我們的月球它沒有大氣層,就像是這個樣子 面向太陽的那一邊,白天的時候,溫度來到一兩百度 甚至兩三百度 可是到了夜晚呢,背向陽光,它很快的就散熱 那就會一下就是降到零下一兩百度 那這樣的話,生物體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所以呢,這個大氣層中會有一些溫室氣體 這些溫室氣體會去吸收這些遠紅外線 讓這個大氣層中可以保存這些紅外線釋放出來的熱能 讓它留存在這個大氣障中 那這個大氣層中就可以儲存一些熱量 就好像蓋棉被一樣,我們稱之為溫室效應 那我們現在呢,這個溫室效應欲趨嚴重是因為 這些溫室氣體,它有一些成分是從化石燃料來的 那最有名的,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這些溫室氣體 就像是二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呢,本來就存在在這個大氣層中 那但是我們人類把化石燃料從地殼裡面挖掘出來 大量的使用燃燒,它就變成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氣中 那這個時候二氧化碳的濃度上升 那我的溫室效應也會更為明顯 它的能力也會提升 所以會造成我們的地表的平均溫度會上升 這個都是連帶的關聯 地表的平均溫度就會上升 那這裡呢,題目呢,有四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他說 A,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太陽光的能量較大紫外線 其實不是喔 太陽光的能量,紫外線、紅外線、可見光都會造到地球 那其實大氣呢,不同的分子會去吸收 但是溫室效應其實不是 主要不是去吸收太陽過來的能量 而是什麼呢? 是不是有點像B選項 他說,吸收了紅外線減少地球的熱能 溢散到太空中 所以如果A跟B我們要選一個的話 我們要選的是B 他其實不是吸收太陽的紫外線 再來,C選項 他說,陽光中的紫外線被臭氧吸收後 會轉換成紅外線釋放出來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都知道啊 這個大氣層中在平流程 大約距離地表二三十公里處 有一層臭氧的濃度特別高的位置 好,那這個位置我們稱之為臭氧層 那其實當這個紫外線啊 當這個紫外線 UV 太陽的UV 照進來的時候 太陽的UV光照進來的時候 其實它會被吸收 直接被臭氧吸收 它其實並不會釋放什麼額外能量 那它會在這裡被做吸收的動作 那它運用的原理是把臭氧分解 但是呢,正常來說 臭氧在高空中 它自己就會因為這個氧氣造射到紫外線而分解 然後進而產生臭氧 所以其實臭氧層它在高空中 會維持一個恨定的濃度 好,那我們以前呢 都有學過這個臭氧層的破洞 其實是因為我們人類使用了一些 容易破壞臭氧層的成分 譬如說浮氯碳化物 當它上升到平流程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些自由基地去分解臭氧 造成這個臭氧層的濃度會下降 而進而形成這個臭氧層的破洞 但是正常來說啊 太陽光裡面的紫外線 太陽光裡面的紫外線 會造色到臭氧被臭氧吸收 那保護大氣層底下的動植物 不會受到過於強烈的紫外線的威脅 所以C選項其實也是錯的 它不會變成紅外線釋出 這個地方是錯的 再來 因為抽氧層破洞 太陽的紫外線可以直接造色在地球表面 其實這個紫外線並不是升溫的主要原因 它講的雖然是事實 但是它並非升溫的主因 我們剛剛有提過喔 這個熱量的傳輸啊 其實最主要依靠的是紅外線而不是紫外線 那紫外線因為抽氧層破洞 直接造色地球表面 這是沒有錯的 所以近年來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人們罹患皮膚癌的機率有提升的趨勢 這可能跟抽氧層的厚度有關係 但是它並不是直接關聯到地表的溫度上升 所以我們這個問題要選擇的是B選項